在那段激情的岁月里 他是一个中子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连自己孩子哭都可能听不见 也希望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交战科学家高难度台词 比达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物理反应图 我的天哪 致敬背后无名英雄 战士们把自己绑在柱子上来照亮火车前行的这个路 他把自己的心灵都改掉了 更多两段故事 近在本期据说很好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据说很好看 本节目由雕牌洗洁精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季星 说到今天的这部电视剧 我们要介绍的这一群人 是在艰苦的岁月扎根戈壁 排除万难 投身两弹研发的人 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激情的岁月》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美国的核威胁在加剧 中国为了保证核安全 必须尽早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 造一颗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国家要放一个大破争 你们将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按照目前的条件来说 研究所研究的项目 只有疯子才相信会成功 而我恰巧就是这个疯子 他们肯定在核心数据上对我们有所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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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数据上天空门道 我们之前跟着苏联专家 一直用九号材料作为核材料 这种核材料虽然容易得到 但是它的利用率太低 我们应该转向 转向哪儿 转向五号材料 五九六总体设计方案 唯一的方向是传统而经典的枪式方案 可内报式代表的是未来 美苏都能搞出来 我们也可以 要我说 要咱就不干 要干咱就干个大的 辐射防护会成为我一生 为之奋斗的事业 你们不只是在做原子弹 更是在创造一座守护之城 我 王凯明 是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我们的爆糖 不只是用钢材和水泥建成的 真正的材料 是我们的钢铁之躯 你们今天吃的 就是这些同志半个月的考量 可同志们吃的却是用树叶煮的粥 他们是为了祖国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 下令 等我容不完成 无所畏惧 不管生死 我们一定结婚 历史 将由你们的热血和青春 一起来输简 五 四 三 零 一 起步 激情的岁月 这部电视剧呢 正在我们央视一套热播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剧中 大家非常熟悉的各位主创 先请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光杰 我在戏里边扮演一位实验物理学家 王怀民 我叫王怀民 以后我们同在一间宿舍 相信二位一定会很辛苦 因为我自认为 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社友 以后我们的交流 主要以学术研究为主 其他无用的和生活上的交流 大家请自便 不用顾及我的感受 大家好 我是高禄 在激情的岁月 这部戏中扮演的是 辐射防护的研究员杨佳荣 我知道你们都是最好的科学家 为祖国奋斗 奉险青春 可是 我 我还是很恐惧 我一想到那些恐怖的画面 我确实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你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建 在七星岁月中扮演的是 科学家的保卫干部 陶志刚 回来 话还没说完呢 组织是可以组织 但是规模不能太大 安保太麻烦 而且场地我要进行检查 好 不 谢谢 跑处长 他说什么 他说您 英明神 说什么阳文 那我不是 物的意思吗 大家好 我是演员许小璐 在《激情的岁月》里面 扮演一名物理学家 钟欣 你们男的 是不是都喜欢杨大夫那样温柔 热情磁水的女生 这个中国男人哪 就是喜欢那种温柔的 细心的 你知道中国女人就讨厌什么样的男人吗 就是聪明无力要自以为是的 这部戏还是很高度还原了当时我们造出第一颗蒸鸡蛋 因为当时我们就说在国家很困难的条件之下 如果没有这个武器的话 我们一辈子是会被人掐着脖子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哪怕是勒紧肚皮 也一定要把第一颗蒸鸡蛋给制作出来 所以当时大量的这种高科技的人才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但其实一个个都是很年轻的 风华正茂的 物理学家也好 数学家也好 纷纷涌向中国内地的 在地图上你根本找不出来的一些地方 把自己的青春 把自己的智慧全部奉献到那里 既然我们的几位主演 都有自己的扮演科学家的经历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您所扮演的这几位科学家 在剧中都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们的研究基地 在剧中被设置为叫ASO 当国家决定要自主研发原子弹的时候 其实在科研方面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枪式 一个是内报式 王怀民是内报式的领头羊 当然在后面的随着剧情的发展 也一再地验证了 王怀民的主张是对的 最后也确实是用内报式 来完成的这种研发 那您在这个剧中是扮演的 就是主要是防辐射服 这些的设计是吧 是的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名护士 向往是成为一名医生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然后就是追求不断再提高 当然也是深爱着王怀民 对 也是希望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然后所以投身到了 辐射防护学科的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等于说李光杰这个角色 在一起并肩作战的 只有小鹿的这个角色了 两位都是物理学家 是吧 我扮演的这个中心 他其实一直在科研上 也是王怀民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吧 但也是不分伯仲的 我认为不分伯仲的 他是一个中子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对 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在一起的吗 都在这个A所 是的 但是因为A所也有保密条例 所以我们刚开始也都不知道 对方是在这里面的 对 他们上班的时候 一般情况就是讲 自己去哪个公号 基本上的路线也都是固定的 但是我看他们有个大食堂 据说后期的时候大食堂里 偶尔周末会举办舞会 戏里好像有这个细节是吧 对 主办者 钟欣同志 对 但是我相信老陶同志在里边 肯定反对的 没啥反对 跟我们这个安保部门 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每回举办舞会都要注意审查 还要检查场所 跟我们这些从战场下来的老兵 一点纪律性都没有 用咱们现代话 就是科学家们生活上的保姆 一开始是不认的 觉得我这一个打仗的 拿枪的战场上的英雄 我是真正保家卫国的 你们这个拿个笔杆子 就回来就说 要做这么大的事业 我是不相信的 完了首长说 你以后就必须把军装脱下来 要做他们的这个守护者 军人嘛 服从命令 就发誓 我一定要做好他们的保姆 但是据我所知 当时很多在这个基地工作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自己 具体是在为什么工作而工作 你当时知道 在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吗 我当时因为涉及机密 可能我可能涉密程度比较高 就知道领导就告诉我 你的集点很高 你现在开始拽上了 看了吗 那您几位当时知道 自己要来干什么吗 就是知道要干什么 才回的国 我是不知道 对 我想他一个护士 应该是不会知道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核物理 虽然说在网上 你也能搜索相关的信息 但是毕竟它还有很多 很专业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台词 被送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觉得 有些话根本没法说的 要了命了 背那些台词的时候 就瞬间让我想起了 中学的时候的考试 考前的状态 你中学物理学的怎么样 我一般 我文科 对 所以就对那些知识点吧 他就不往脑子里去 尤其是我配音的时候 我看着自己说那些词 我当时就在想 这些词我是怎么背下来的 我瞬间对自己 有一种敬佩之情 这个剧本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真的有图有真相 这是谁的剧本 这是我的剧本 当好科学家真不容易 这个词真的很难 我现在看也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底下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这段台词的物理反应图 我的天哪 今天现场我专门把咱们的台词 做了一个准备 李健 我觉得既然你在戏里 真的从来没有机会说这个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对着腾越 把这词说服他一遍 给你一个当科学家的机会 太难了 虽然能够达到标准 李健 自信 自信 我拿把枪我可能私信 更大一点 虽然能够达到标准的材料很多 但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皮 石墨和八号材料作为原料 经过反复验证 可以确定 我们研制的反射层 对中子冲击的反射实验 是成功的 核体也基本达到几个要求 它能把核材料 参与反应放出 而又可能被泄露的中子反射 顾反应区 使其参加核反应 以提高反应效率 从而可使核装料的临界质量 明显结强 对 感觉是拿着枪锁了 我这戏里台词难度最大的 就是牛顿第一丁语 两丁 还记得吗 任何物体都要保持 匀速直线运动或禁止状态 好熟悉 直到有外力 迫使它改变 就知道了 我觉得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很多人肯定会翻翻 自己当年熟悉的这些物理书 因为还是挺有趣的 而且跟我们的生活信息相关 其实你想 刚才腾月也介绍 在那个年代 如果我们想了解 这样的科学家的生活 简直不可能 今天这种信息科技 高度发达的时候 我们自己还是可以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 去发朋友圈 去晒我们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设想一下 如果他们可以发朋友圈 几位 你们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 那我觉得王怀明 可能是那种 不发朋友圈的那种人 不发 对 王怀明是个性格 很孤僻的人 连自己孩子哭都可能听不见 他一旦要 专注 在专注做研究的话 那我就奇怪了 孩子哭你听不见 有女性对你表达爱 你居然能注意得到 也注意不到 差不多20年注意到了 对 刚开始也没有 对 我很惨的 20年 高度 如果你发朋友圈的话 你会不会吐槽他 我觉得应该不会吐槽吧 因为我理解他 最多给他发一点养生的 对 该睡觉了 该喝点吃点好吃的 其实就是给他一个人看的 是吗 对 那如果我们的宝贝 干不发朋友圈呢 我估计我那个朋友圈的图片 只是一个感叹号 一个三角 注意你们所有照片 打上马赛克 不要射密 那我们的徐晓璐的 这位女科学家呢 中心是一个 性格比较鲜明的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中心 要发朋友圈 可能都是发 讨厌陶芝刚了吧 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很生气 大概就这样 陶芝刚干什么了 让你这么讨厌他 我觉得现在眼睛里 看着李界还戴得很 我们慢慢地 在朋友圈里面聊一下吧 怎么样 如果他们可以发朋友圈 他们会如何表达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 上来的就是 这头像挺像他的 头像 头像 黑猫警长 还要点赞签到 骗赞的 杨夏容 你今天还给点赞 请王怀民宿舍的同志 通知他来签到 我对这个王怀民的意见 就特别地大 因为人家长得比你帅是吗 主要是这个 思想境界觉悟不够 对吧 对 一开始在火车上 我们碰面 他就在拿一瓶酒 在作画 我以为是在作画 但是当时陶芝刚 刚从朝鲜战场下来 觉得现在是物资紧缺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 怎么能拿这个 粮食做的酒来作画呢 这在战场上 能救多少人的命啊 在火车上 怎么就喝酒了 因为很多科学家 从国外回到国内的时候 都被他们的当地政府阻挠 很多资料就被当地政府给没收了 只有王怀民夫妇是特别低调的 就把很多资料放到了画里 必须用酒精把那些颜料抹掉 才能看见底下的资料 两个人用了一个办法 把这些同学们的资料 偷偷地带回了国 这些对于我们当时的核物理 包括原子弹的研发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火肿的作用 是的 那你大佬粗了不是 当时不是不了解吗 警惕性还是足够高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干部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矛盾一出来发现 刚到A所的这个生活 一定不会那么的平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剧中的片段 传体起立 标准 立场 这都是科学下 什么 我说这都是科学下 不是紫地兵 你们这是干什么 苏联专家的绝密文件都失 现在全院范围大搜查 你至于把他都拆了吗 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暗戈 那请问你找到暗戈了吗 找到文件了吗 王怀民总之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们不是土匪和吧 还有 这自行车 他该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要是再在宿舍里瞎折腾 我有权帮你把他推走 这留生机这个东西贵不贵 应该挺贵的吧 有什么钱 来点 喝盐一气 所里不建议自备 所以你这些东西 这个是我磨咖啡豆用的 这个是我磨咖啡豆用的 不是这么科学一气 我也是刚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请打开 我要检查 姜水 打不开 你可以这样检查 请随意参观 我猜我猜 我猜那个 应该也是外面那位同志的杰作吧 还命同志今天大发慈悲 允许我们狂欢两小时 好 这张这个角色 可能观众一开始觉得他有点生意 但是后面最后这个画面 不是有点生想你太可惜了 实在是讨厌 看这个讨厌 咖啡机啊 什么香水这些的都要检查 我知道徐晓璐这个角色 为什么那么讨厌你了 对 就土豹子 纯粹土豹子 这个角色 对 这个角色就是土豹子 我看你最后借钱 是准备给人家买一个新的 准备要陪他 因为这些东西 陶着刚刚穿一辈子军装 他根本就 这些没接触过 你看他一开始上来还系个 穿着冲衣装 系个武装袋 为什么他觉得脱了军装以后 穿这身衣服怎么穿都不自在 他不提气 他所以系了武装袋 还要怀念他当军人的时候 所以刚到这个A所的时候 看着流声机 看着王文明还泡过酸黄瓜 弄着精车还弄成健身器 就觉得你们到底来干嘛 你们这搞研究 好好搞研究 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啊 而且当时关系还很紧张 经常会有泄密 会有特务的存在 所以他特别严格 对待这些科学家 李健今天自己带了一个证据来 一个照片 就是他特别认清了 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角色的感觉 这张照片足以说明一切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直接插了四十点 这是我们订装那天拍的照片 那天我去了 他们试了有七八个小时 我试了半个小时就试完了 特别心里就不平衡 穿的衣服都太洋气了 感觉你现在你穿出来 一点都不过时 很时髦 那你可能对时髦有误会 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 你也从来不会跟科学家们 在一起聚会 比如他们搞活动的时候 他去 他就远远地站着 这样 我去也就是保护他们安全 但是后面这个 他开始偷偷学物理了 这个人物可爱的地方 就出来了是吧 他作为保护干部 他一开始不理解科学家 到底干什么 感觉这个天天做公事 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后来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 所以他决定自己也开始学 从最基础开始学 有一次陶志刚要离开A所的时候 最后坐在一起喝了一顿酒 就说了一些心里话 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对科学家的这个态度 有改变了 他发现科学家 他们也真正是在用生命 去保护他们的科学 也在用他们青春 在为这个祖国的一些和事业 做奉献 他可能没有军人 在战场那么直接 用生命去捍卫 他们是用他们一生的所学 或者青春 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 所以我总感觉 老陶的这个视角 有点像带着咱们观众 去走进这些科学家的视角 对 我这个角色 其实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很多老百姓都觉得 在国家那么紧张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来资助你们 去搞这些 看不着头的一个事业 其实更带着这样的视角 是进入了一个团体 老陶当时也是觉得 我们研究原子弹 就干脆给它扔回去 一抱回一抱 这样痛快 但是后来知道 我们研究原子弹 其实是为了限制它们 为了更好的一个和平 更广阔的一个和平 所以你看 人家不是一味的本位主义 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来考虑问题 开始要融合了 那王惠明一开始 跟他也是蛮顶的两个人 是吧 针结而对卖忙 这个角色本身是不是看不起 这样的转业干部 也不是说看不起吧 因为王惠明回到国内 坐在火车上刚到北京 太太就因为生孩子意外 去世了 所以这个事情 对他的打击也特别大 包括他在宿舍里 神圣学术伶俐不可侵犯 对 他所有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就关起门来做我的研究 你们爱干嘛干嘛 他不是跟大家 能打成一片的这么一个客气 你一开始借助他说 是有这种感觉吗 就觉得他只想着科学 可能在生活上 是属于那种不能自理的人 就更别说照顾孩子了 因为孩子等于从一出生 他去世的妻子 就委托给高禄这个角色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杨家荣 能接受和包容王惠明 我对这两个人物的理解 就包括对家荣的理解 他是一眼定情 对王惠明是这样的 他很崇拜 这样的一个男人 又是科学家 又长得又帅 等等一系列 如果是科学家 长得不帅 那可能就不会了 从一开始的护士 到妻子的脱孤 到最后去照顾整个她 我想在这样一个女人 默默地付出当中 就是王惠明 再两耳不闻窗外 是实际上最终内心 还是会被感动的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 看似对感情反应迟钝的科学家 在面对一个女人长期的等待 包容付出 意识到这个新的感情来临的时候 我在想这个科学家 会不会有所行动呢 我们来看一下戏里的片段 行了 你们吃吧 我得去复查了 我先走了 组长这是转型了 以前除了学术研究啊 任何人根事物 他哪有真正放在心上 可是去医院这种芝麻小的事 他竟然还剩闹钟 王怀明 外套脱了 准备凉血啊 那个 那个杨大夫不在啊 在啊 他今天休息 不休息啊 你找他 不不找 那个王慧明 让我给你带句话啊 说他在找你 他要说一句杨家荣同志 我喜欢你 那我跋山涉水我也给拜倒啊 就这么一句干巴巴的 我能想起来就不错了 这句话对他来说 应该已经是表达他极致了吧 这是燕子河 基地附近唯一的使员 这些同志 都是来搞医院基础建设的 杨大夫 杨家荣同志 走 车车你再找他 我第一时间带你来找他了 刚刚把谁带来了 你干吗去啊 我有东西帮我拿 我得回去拿一下 你拿什么东西啊 打个招子再走 不行不行 安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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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你这么听 好暖呀 谁说科学家不懂爱情是吧 所以当杨家荣看到那包饼干 而且关键那上面的画 写得太像一个科学家的话 再瘦就不科学了 就这种表达还是跟科学有关 真的就是特别简单 滴足了很难 就像他刚才说 这已经是他表达的极致了 对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视频就说 你爱我吗 你爱我就是要把好吃的留给我 把好喝的留给我 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爱吧 我觉得只要是女生 也一定会被刚才饼干的那个细节打动到 因为饼干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奢侈品 就是当时他们也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是非常缺乏的 那么甚至在基地里头也出现了长期浮种的现象 虽然想办法从各地去调配 但是一下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 还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当时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就是拿酱油 甚至连酱油都没有 是从北京上海买去的所谓的酱油糕 拿开水冲一冲 这就算是一碗很营养的滋补汤了 所以那时候好像说距离有一句话 说当时对于科学家们来说 解决饥饿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 有的时候科学家又不能说就睡觉 那只是短暂的 因为他们还要再继续研究 对做实验 我觉得等到再受就不科学 这句话对于杨家荣来说 也是经历过漫长的等待 而且刚才那第一场戏 两个人见面看那个李光杰的眼神 应该是事隔多年以后吧 三年吧 对三年 为啥不跑过去拥抱 反而就走还晕倒了 吓得了呗 因为他是个科学怪人 他一定要把他那个什么 对他特别走 他给杨家荣准备了个礼物 对 这个礼物在三年前本来是要给他 但是忘带了没给成 然后呢两个人就分开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基地了 到另外一个基地去工作了三年 然后杨家荣也来了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陶志刚知道 就带着王怀民去找他 王怀民不知道是去见杨家荣 结果一见面就说 要把三年前我没有完成的事情 我要完成了 所以赶紧就要回去要拿 然后再回来 这是够死心眼的 可是我觉得杨家荣爱他 可能爱的就有这一点是吧 所以呢继续刚才咱们朋友圈的话题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杨家荣的朋友圈里 寻找的一些两个人蛛丝马迹的甜蜜呢 哇 我觉得好直接啊 陶志刚同志你又出现了 这是什么书 这好像是一棵杨树 反正我们当时给他起名叫夫妻树 就两个人寄托情感的一种象征 但这里边老涛同志的留言 虽然让人扫兴 但是刚才你在视频当中的行为 还是挺可爱 就是挺懂他们俩的 你看出来了他喜欢他什么 太多年了 演到那一场的时候 我们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又分开又相见 而且他应该是知道最多的 就是基地里面的事情 因为谁来谁要走都得经过我 她是个八卦集散地 但她从来不说 好 说完了杨家荣的这个朋友圈 下面这朋友圈该轮到谁了 不言而喻 就是我们火辣辣的这位女科学家 她会如何发朋友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妈呀 七童鸭讲 痴心网讲 气死我了 直输兄弟 你看 家荣说 没事吧 发生了什么 最可气的是陶志刚 真的不用考虑我 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中心刚去那个西部基地的时候 他们那个帐篷其实不太稳 然后当时的这个条件非常恶劣 然后晚上的时候可能有大风啊之类的 但这个时候陶志刚呢 她就去为大家去盯帐篷 那可能风太大了 陶志刚就一个不小心 就直接跌到中心的帐篷里了 帐篷都没飞走 人怎么就进去了呢 她当时衣服其实没穿好 所以陶志刚就觉得说 那我一定要对你负这个责 我都看了你了 那我就一定要娶你 但其实她们两个当时就是很 很互相看不对眼 其实这时候陶志刚也不是那么喜欢她 那时候完全不喜欢 回到帐篷里 她这个战友 又向她一个老大哥告诉她 说在我们那个民族 看了女人的身子你就要娶她 要不然你就是没有责任 我说那怎么办 那就娶吧 你还挺不情愿 对 所以每天中心看到陶志刚就很生气 陶志刚老是说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完了她见着她爸 她也跟她爸这样 具体什么原因可能中心没有跟她爸说 但是我的直接的就是我要娶你闺女 对 我要负这个责任 对 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爸当时心脏病差点没犯 肯定的 跟谁谁都得犯 然后他去跟我爸爸说说 我已经把小学的物理 跟初生的物理都看完了 他那次是我现在能配得上你女儿 这个物理学家了 我也跟他有共同话题了 其实你为什么就不情愿呢 人家挺好的长得又漂亮 又是女科学家 陶志刚这个人物所追求的女性 应该像是像杨家荣这样的 是吧 充满爱心又很知性 怎么你还看上杨家荣啊 或者像李采兰那样的 不要务实 李采兰是谁啊 通养习 然后 是我们另一个科学家的通养习 陶志刚的认知 媳妇应该是那样的 知道了明白了 就是认老人认 给她照顾家里 照顾老人 把老人送走以后来找自己老公 又会做饭又会洗衣服 还会种地 还会种地 就生活能力极强 你这要求也挺高的 但是忠心是什么样的呢 一开始跟科学家一样 就是每天知道跳舞 拉小鼻琴 听听音乐 喷香水 喷喷香水 还喝咖啡 然后这个没事 还要找别的科学家喝喝酒 酒量还不怎么样 两个人的审美也不一样 对 就两个完全看不外的人 就非要碰在一起 到底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再看一下 老钟啊 我收到你寄来的那箱子 红薯了 质量很好 同志们都很想吃 你下回嘎暗语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有点文采 土不土 文采也不能消灭第一人的中心同志 等等 又怎么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你别拿出来啊 你还没看试试什么呢 我就知道是这种东西 你收起来 我死来想去吧 我知道 你们知识分子 最爱弄这种调节 喜欢行李 喜欢仪式 所以呢 我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 正儿八经地向你提前 你们叫我求婚 我告诉你 陶志刚 就算天目地脸 海枯石烂 世界末日外星人来进度参观 我都不会答应你什么求婚 你不要再忘想了 同志同志 同志们喝的水都不够 你还用来臭美啊 不是怎么臭美了 起码的清洁总需要吧 这个地方除了土就是沙 干净了 这沙子还有这作用吗 沙子的用处可多了 你知道什么最舒服吗 好 干净了 这沙子的用处可多了 你呀 把鞋脱了 也试一试 这个 我以为狼呢 打错了 别碰我 陶志冈 赶紧别碰 主席 你得理解我 我是保卫干部 有点过激反应是正常的 我就不理解了 陶志冈 本来我们都基本扯平了 现在可好 你欠我更多了 冤枉都还不清了 还不清了怎么办呢 我才不知道 自己想去吧 这视频啊 发不出点味道来 确实是个娇小姐 然后碰上了这么一个 有点大老粗感觉的这种人 大老粗拿一捧花 突然就生出来了 就把东西给吓一跳 你跟谁学的 有人教你啊 这一看就是 这个因为他一直在戏里 都很小思 我这个陶志冈的角色 一直也很反感这个 后来觉得慢慢向他靠拢 像公山头一样 就被他拿下 你都没听过求婚这个词吧 当时啊 你哪学的呢 我就想知道 身边这么多洋气的人 那肯定耳神木然 也有过这些这个接触 对 然后到刚才 最后一个片段的时候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点变化了 你在人房门外边守什么呢 因为在西部基地 那时候他们那个实验室 单独圈出来一块地方 就离这个总部比较远 但是他那周边有这个 有树林 经常会出现狼 所以我去帮他看狼去了 在门口守护着他 其实狼就在门外 所以后来两个人这种人物 第一句关系总得有一个转折点吧 就是能够捅破那层窗户指 是在什么时候 原子弹爆炸前夕 对 因为我们当时是遇到那个沙暴了 然后我又陷到流沙里 然后他去救 所以当时那个情况是很危急的 救完我之后他又受伤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等于是陷在这个沙漠里 就走不出去了 当时可能就觉得 那我们就折这了 对 所以所以在那场戏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是把那天新的话 把这个窗户指都捅破了 让我们来 我们来 我们去 来 主席 抓住我 对 风霸马马上就来了 赶紧走吧 老哥勒 怕是咱们要见面了 陶石刚 你要是不跟我走 我就能下来陪你 中心 你不公意切救我 就只是为了当初你说的那一句 要对我负责吗 也不全是 其实我一开始挺讨厌你的 但是你身上 有一股劲 一股 不服输 争强好胜的劲 我发现 好像对你还有一些牵挂 完了 我讨致刚是病了 这个病 就是你们说的那种 喜欢吗 我答应你 你不是说要娶我吗 我答应你啊 你不是说 钟子元和 油球永远不能在一起吗 但只要他们在一起 就会发出最为耀眼的光 这场戏 这场戏拍过两次 第一次拍完以后 导演觉得这个风沙不够大 后来又补拍了一次 补拍就是拿这个鼓风机 一样 羊沙往脸上吹 我刚才还得说 我觉得从这场戏拍完以后 我现在见着这个棉签 就想掏耳朵 就感觉这个沙子 永远掏不干净 在耳朵里 眼睛里 鼻子里 嘴里 对 全是沙子 每个地方都是沙子 而且这个最后 把我们真的都要埋起来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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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七月份 在戈壁上 我们穿的都是毛衣 非常热 非常热 在中国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点受不了了 对 然后我当时特别害怕 因为没有被埋过 然后你在那里面 什么也看不见 然后你离地只有这么近 我也不敢这样大口糊 我怕那个沙子 全都会吸进去 我就想这样小口糊 然后突然就会觉得 就是很恐惧 很可怕 你有比恐惧症 对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 因为我可能之前 没有过这种环境 然后我当时就很难呼吸 然后但是就是健哥 当时就特别好 他在这撑着我 他不仅就是使劲 能稍微帮我抬一点空间 他另外一手 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当时就觉得好很多 特别感谢李健老师 而且他们的拍摄经历 也足见当时 当年科学家们 那种环境的艰苦 那永远比我们的这个 还要艰苦几十倍 我觉得都不夸张 那今天通过这个 几位的朋友圈 我们都了解了一下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 和角色感觉上的 这种体验 但是还有一个人的朋友圈 我们还没有揭秘 就是王怀民的朋友圈 很好奇这样的科学家 会发什么样的朋友圈 我们来看一下 果真如你所说 他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发 更不可能有时间去看 是 他只有一个签名 就是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但是前面居然点了一个蜡烛 那么到底怀念的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剧中的片段 可以存在 sua Quest 尘克勒同志 他们在遭遇危险之后 毅然决断 砍断了几匹马的僵驰 让马匹 可以把打到的 最肥的几只黄羊 运回基地 他们在战场上 出生如死 枪林弹雨都没有倒下 可今天 在这里 在西部基地 他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是我们的英雄 敬礼 现在没有人为你遮挡一切 你得自己站起来 你得摇旗呐喊 带领大家 从独狼变成头狼 就像程克勒同志牺牲之前 回到砍下江城的那一刻 我相信给他力量的 绝不是科学 而是共产主义信念 现在无私警觉 国家为了支持我们 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 全基地的粮食 优先供给科学家使用 我们今天吃的 就是这些同志半个月的考量 可同志们吃的 却是用树叶煮的粥 同志们 你们也都是国家科技力量的一部分 只有我们团结在一起 克服这些困难 国家科技才能往前进步 是 这是病令 你们看看门亮的是什么呀 这戈壁摊上还有雾灯呢 你们再仔细看看 看看那是路的吗 我们这趟专列 我们这趟专列 沿途都有无数的普通战士 在给我们做着保卫 就是为了确保五五九六的安全 但是风太大了 他们根本站不住 就只能把自己绑在杆子上 手里举着信号灯 确保专列的顺利通过 特别感动 其实这个片段 我都已经看了无数遍了 为了录咱们节目 可是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就忍不住流泪 尤其是我们的战士们 把自己绑在柱子上来 照亮火车前行的这个路 可能我们记住的是 那些院士有名有姓的 但是有多少朦朦无闻的 牺牲奉献的人 就像里边的陈哥乐一样 刚才也提到 他居然是为了几只黄羊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当时 欺负机的物资相当紧缺 科学家们浮肿 吃不上 没有营养 没法搞科研研究 而且当时时间很紧迫 所以我们在巡逻的过程中 发现了黄羊 就说我们把黄羊打过去 给科学家们补补营养 但是我们先运回一批了 还有还差几只 就是他就带一下奔着去打 结果陷到了沼泽里 没有回来 所以刚才的这些片段的出现 这些情节的发生 等于给王淮民带来了一个 认知上的或者是内心质的 一个改变 就是说原来他沉浸的 只有科学 对 对 他也是在跟他的战友们 他的同事们 在做科研工作的同时 被这些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感召到 他也是发现有很多时候 他们能够坚持下来 不只是因为相信科学 所以在祖国核工业有这么强大 不光是科学家在第一线拼搏 还有很多做辅助工作的 他们也在默默地奉献他们的青春 甚至生命 他们是在另外一条战线上在付出 而且这里面其实会提到的像 包括忠心的父亲 还有王淮民的父亲 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吧 对 忠心的父亲本来他是一个 可以在物理史上 有一个很重要地位的一个人 但是他为了祖国的这个核事业 他把自己的姓名都改掉了 他就真正做了一个隐姓埋名的人 直到他在牺牲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他本来的身份是谁 是 而且他有一句台词写得非常好 没有祖国我们都没有名字 所以由了我们这部电视剧 我们从一个最真实的角度 来还原我们国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 这个过程 我觉得就像你在戏里面讲的 这个话一样 干惊天动地是做隐姓埋名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通过这部作品 来共同向那段激情岁月致敬 也特别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剧说很好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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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